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王新月 欢迎王老师 志际家园网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下面先来了解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资料 我真的受不了他了 一点都不像个男人 完全没有主见 我就是特别喜欢他 所以什么都听他的 这有什么不对吗 刚开始我还挺喜欢他 对我百依百身的感觉 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什么事都得问我 什么事都得依赖我 我真的不喜欢他这个样子 我就是这么的特别喜欢他 什么都顺着他 不想他有一点不高兴 这样多难道有错吗 哎呀 看这个视频小片的时候 这个心里啊 女人的心啊 海底针啊 太难猜了 男人听话 你们不要 男人不听话 你们也不要 男人没出息 你们怨 男人有出息 你们怕男人花 你们到底要什么呀 一会看看四位老师怎么说 咱们看看这一对男生是怎么听话的 女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抱怨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明26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明23岁 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前台接待 请有请两位 那个现场公开这个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小明你和小雅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俩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谁追的谁呀 我主动 那会儿看上他了吗 刚开始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 就是挺满意 反正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就听什么那种感觉 挺好 现在呢 现在好了两年了吧 我就发现他没有一点改变 还是这样 对 还是这样 多好啊 人家都是怕变 你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他不管大事小事都让我决定 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累 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是听话 是 谁的话都听还是只听他的话 只听他的话 妈妈的话呢 也听 多可爱的孩子呀 来 我问问 你都跟他说过什么话他就听了让你觉得不满意 就是反正什么事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举个例子呗 我看你说过什么事 就像有一次我们跟他的朋友去吃饭吧 然后他的朋友就喝多了嘛 说的话特别就不中听 反正我就特别反感 然后回来之后呢 我也没他在意我就随便说了一句 我说讨厌他 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他那个朋友给他打电话 他就直接拒接了 我就特别纳闷当时 你不喜欢我跟他待一起吗 我就不跟他联系了呗 可是 你这是重色亲友啊 我怕他生气吗 真不联系了 真不联系了 当时我就是一个随口一说 那你不觉得骄傲吗 这么听你的话 当时我就是没有往心里去 因为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嘛 然后当时他就不跟他的朋友联系了 结果他的朋友都对我有挺大的意见 其实我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随口一说而已 结果他的朋友现在对我的意见特别大 就我们出去的时候吧 他们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 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错了也不行吗 别生气了行吗 你 你不要总是跟我道歉 道歉也不对啊 编导跟我说 女生留了一段他道歉的视频是吧 咱们看看 我特好奇你知道吗 来看看 老婆 你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离我了 你们看看他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别生气了好吗 回来吧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回来吧 改 我真的会改的 真的会 难过去 求你了 我受不了了 别生气了 你看看他每次都这样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每次一跟他生气了 他就这样 我特别受不了 别臭嘚瑟 多好的男生啊 有什么哭的呀 能像个爷们一样吗 他不像爷们吗 我能为你去死 别人能为我 我也没让你为我去死啊 你可千万别说让他去死啊 他都真能死咯 一吵架了 他就给我发这种视频 就你们俩不能吵架 一吵架就这样是吗 是每次我一生气 他是所有的事都听你的吗 对呀 每次我们俩 不管去去哪 或者吃饭什么的 他都听我的 两年之内 我都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每次都听我的 每次都听我的 你想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我就特别烦 我当然想知道他吃什么呀 你喜欢吃什么 他喜欢吃什么 我想冲击我 你能不能男人一点的 能不能有点主见呀 不是 我看看这是什么材料 做出来的 哎 这不是现在的 叫什么 叫什么 对对对 这么暖不好吗 我喜欢你 我才会这样的 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俩 我就下定决心了 我非得要让他 就是决定一次 他吃什么东西吗 我俩出去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我想吃那个海底牢 他说去呀 然后我说又想吃炒菜了 他说那也行 我说你决定吧 咱们到底吃什么 然后他就说 你想吃什么呀 你想吃什么 咱们就去吃什么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决定 他都做不了 我怕我选错了你 你生气吗 我不想看见你生气 小明 二十六岁是吧 你二十四岁之前 谈过恋爱吗 谈过 也是这么听话吗 差不多吧 女孩为什么这么好 为什么离开你了呀 我也不知道吧 肯定跟我一样 就是受不了了 你还得了便宜 还卖乖 挺好的呀 你看 你要是天天 跟一个这样的人 生活在一起 你乐意吗 太好了 多烦呀 一点都不烦 我都该烦死了 我天天的 你说我上班吧 这是我工作的事 特别累嘛 就是天天操这个 心操那个心 然后说 就是下班到家了吧 就是让我操心 什么事都有我决定 不管大事小事的 所有吗 对呀 这样上一次吧 我俩去那个 游乐园玩了 我就觉得 那过山车挺好玩的嘛 我就撒娇 我就说 你你跟我一块去坐呗 然后他就真的跟我去了 结果我俩从 那个坐山车上下来之后 他就摊那儿了 就是 又吐又呕的 我不知道你那恐高症 这么严重 你自己也不知道吗 你就跟我上去 我又没逼着你跟我上去 我怕你自己上去 害怕吗 你怕吗 我也怕 我根本就不怕 因为我总玩嘛 我也不知道 他有这么严重的恐高症 不是你想要过 什么样的男人呢 我就想要一个 就是能做决定 然后该做什么的时候 就做什么 就是你不能因为喜欢我 你就伤害自己的身体 把你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那你还是疼他的是吧 对呀 我就是 但是我也没逼着你跟我去 他就跟我去了 我下来之后 他就不会动了 我就特别 又无语 你知道吗 就是 哎呀 我就是完了 那你今天来要干嘛 你今天来要干嘛 我就是受不了他这样了 就是他要是再这样 那我就跟他分手了 我错了 老温别生气了 你怎么又错了 你哪错了呀 你怎么总跟我道歉呀 他是不是在生活里就这样 你说 对呀 他总跟我道歉 是不是他的错 他都跟我道歉 就像那次从游乐园玩回去 我挺不高兴的嘛 然后到家了 他就又是打电话 又是发短信的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那也不是你的错呀 是我让你跟我去 你就跟我去了 然后你还说你的错 是不是你的错 你就总跟我道歉呀 我以后不逞强了行吗 我下回不逞强了 你知不知道 你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 你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总跟我道歉 是不是你的错 你都跟我道歉 知道你最大的问题 在哪儿了吗 知道了 是什么呀 总认错 哎我问你啊 生活不仅仅是这样 去玩去吃嘛 呃 比如说有些事 可能就需要男人做主 那种男人做主的事 他能做主吗 就是特别小的一件事 他都做不了主 我就像上次我让他帮我传个电脑吧 嗯 我就跟他说 我说就是在普通的时候 在家里用嘛 上上网看看那个电视剧什么的 然后吧 当时我正接待客户呢 然后他就给我 一会儿给我打一个电话 一会儿给我打一个电话 人家客户都烦了 然后他就 你猜他问我什么呀 他就问我 哎那个我给你传这个电脑 那个硬盘要多大的呀 那个显示屏要多大的呀 那个显示屏外壳 那个要什么颜色的呀 就总问我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你不知道我陪客户呢吗 你就一个劲给我打电话 这点小煮你都做不了 怕我买了你不喜欢吗 万一再给我生气 我怎么办 我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 就是平时在家里用 来 我能单独问他几个问题吗 想娶他吗 想 打算什么时候娶他 什么时候都行 给个具体的时间 明天 明天 好 准备好娶他的一切了吗 差不多 都准备了些什么呀 准备了我 除了你呢 没了 没了 那你就怎么准备娶人家呢 心里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哈 敢向他求婚吗 敢 他要拒绝你怎么办 继续 我真的受不了他这样 跟他这样的人在一起 痛苦的时候多 还是快乐的时候多 烦的时候多 那别人不羡慕你吗 有这么好一个男朋友 这么乖 就是你如果要是真的也有这样一个男朋友的话 我没法有 就是别的女生嘛 人家如果也有这样的一个男朋友的话 他们肯定也会忍受不了的 因为两年了都这样嘛 好吧 就是前一阵我爱吃那个鸭脖嘛 我说那个鸭脖挺好吃的 然后你知道吗 他就天天给我买鸭脖 就天天给我买鸭脖 都没有别的东西 我觉得你这人挺怪的 你说好吃天天吃怎么了 那他一年一个月 他就给我天天吃鸭脖 我都受不了 我嗓子都疼了 他还给我吃鸭脖 真是不会享受的 哎 抬起头 想娶他吗 想 像个男人一样的 先亲他一下去 去啊 我怕他生气 我给你做主 他生气就对 他不就让你不听他的话吗 亲一下 你看没生气吧 再亲一下 再亲 看来这平常啊 亲都不敢亲 还得他多来亲一下才敢亲 来这有机会 再亲一下不 还要亲一下不 不行了 再亲省亲了 哎 你们看怎么办吧 来 丘比特问卷 可以想象 此刻在看电视的女士 会把她的男友 或者丈夫 揪到电视机前来看爱宝 说你看看 你看看 这才是好男人 你想 现在有多少的女人 为了如何让自己的男人 听她的话 一筹莫展 而你呢 为了自己的男人 太听你的话 而到爱宝来诉苦 你说 我真的没办法忍受他这样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看 你叫他朝东 他不敢朝西 那么 这样的男人 他绝对不会到外面去招惹是非的 你就要回家 他立马回家 这个多好啊 你不喜欢吗 我觉得特别乏味 跟他在一起 没有心意 所以小明啊 我真的理解你 你真的蛮委屈 我们做男人 现在真的很难 大男子主义 女人不喜欢 小男子主义呢 女人也不喜欢 你真的感到委屈吗 不委屈 我知道 他这样你不敢说 一点都不懂得变 但是此刻 我突然想到一个 不厚道的一某情景 有一天 你和他一起出门 他突然掉到水里 你看在眼里 接在心里 马上说 亲爱的 我都听你的 你说我该怎么办 可此刻 他已经淹在水里了 你怎么办 会救他 但是他没批准 能救吗 所以 有时候他认为 我百依百顺 我言听计从 我是个好男人 但是 很多的女人认为 这是窝囊 所以小明 作为长辈 我真的想 告诉你的事 一个男人 必须要有主见 在关键的时候 你拿着出主意 挺着出声 所以和你说一句话 女人 之所以喜欢男人 是喜欢有脊梁骨的男人 而不是 完全会听自己话的男人 我就觉得 可能普遍的人的心态 就是这样 有什么闲什么 没什么想要什么 你期望他 有一点点 能够做主的状态 但是你没发现 他刚才现场 就自己做了一个主吗 我要再亲一下 好理直气壮的 过去 都不经过你同学家 这不是他的主意 是赵川和图雷老师 叫他去 图雷老师和赵川老师 给了他第一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 是他自己主动要 他都还能再亲一下 他说了说了 对 确实说 所以在他主动要 第二次机会的时候 他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吧 没有 你觉得他第二家亲的 比地下舒服吧 还行吧 我想问一下 这个男孩子好了 你除了说在生活当中 你很听他的话 你在工作当中 甚至说过去 你在上学的这个 择校啊 还有对未来的前途的 那个判断上面 和选择上面 你是听父母的话 还是自己做了主 包括你现在的职业 听父母的话 也没有完全自己做过主吗 有过吧 那就以后多有一点 因为有一天 你一想跟他走下去的话 你也会成为别人的父母 你的孩子来问 会问你 爸爸我该怎么做 你不能说 等我问下你妈 懂吗 懂 如果你想要成为他的男人 成为他孩子的父亲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做主 而且你要告诉 让你的孩子有那种 父爱安全感 当你有那个心理准备的时候 你就够爷们了 我觉得他们俩 一定分不开 但是我真希望 你们俩能够分开一段时间 不是分手 分开一段时间 对于你来说 你看自己到底能不能 很好的活下去 分开一段时间 对你来说 你看你到底是不是 没有他会更轻松 我不能没有他 别说不能 说这不能 这太幼稚 我问你 你知道女人最喜欢的男人是什么吗 其实有三个词 尊严 主见 担当 女人最希望寻求什么 安全感 光听话是找不到依靠的 养一个宠物也比你还听话 女孩 其实好多女孩羡慕 就像于老师所说的 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 吃惯了山珍海味 你肯定 你现在感觉就是胃同绝辣 给他一点成长的空间 他是一个可爱你 而且呢 很单纯的一个男孩 从男孩到男人呢 可能委屈 你要那个多培养他一下 好吧 好女人是一本好书 是一所好学校 有的时候不要老说 是因为她不好 想想自己 陀老师 刚才王老师说 至少他今天在舞台上 做出了一个有主见的决定 就是我决定 要亲他一下 这貌似是一个自己做的决定 但是我也可以说 这不是一个有主见的决定 我可以说 他是因为在大家的鼓动和骚动之下 他有了这样一个决定 但如果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红时 我跟赵传说 不准情 我敢料定他不情 你信不信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美主见墙头草 我认为你们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我们说争是为了不争 不争其实是默默地在抗争 但不管一个男人嘴上争或不争 内心对生活都得叫点争 为什么呢 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 或者同事朋友 他一定有他不满的地方 这才有对生活真正的理解 有了真正的矛盾和碰撞 他才能真正的爱生活和爱人 或者是朋友共同相处 而一个没有主见 从来没有不满的人 他的那种所谓的执着 我认为不是真正的执着 他的那种专一 我不认为他是真正的专一 你比如说 我们很鼓励自己的爱人要包容 但是 这种包容 并不是说俯首贴耳 而是真正的产生了矛盾之后 宽容对方 而他的这种包容 只能说是一种随从 如果自己的爱人有错 你不指出来 那是真正的不负责任 在生活当中 确实有一群男人是这样的 他们很没有主见 但看上去非常随和 跟谁都可以打成一片 但事实上 这种男人就是强斗草 这边说就往这边倒 那边说就往那边倒 在生活当中也没有担当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 得好好地考量 当然赵川也说的很有道理 女人很重要 也许她现在是没有真正的成长 但如果一个真正智慧的女人 可以把她培养成一个 非常有主见的男人 但是那需要一定的智慧 而且会很累 你不一定是这样的女人 你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耐心 因为我已经渐渐看出了 你的不耐烦 因为这种人就一拳打上去 没有任何回应 那结果怎么办呢 我觉得她没办法做判断 你有办法做判断 你是不是那个 可以培养她的女人 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你有没有这样的耐心 否则的话 笑一笑就算了 彼此留个念想 就这样 一个人一个性格 性格其实是能修炼出来 二十岁和三十岁不一样 三十岁和四十岁不一样 四十岁和五十岁不一样 你经历的多了 遇到的事多了 考虑的多了 你一定会改变 所以这里面我倒不觉得 有好还是有坏 因为回归爱情本质来说的话 你享受这个过程就好 我们今天了解的是生活的一个侧面 就什么都听它的 但是我们听去听来发现 你们俩真没碰到过特别重大的事 也就是说生活给你们真的考验还没有 我理解女生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当生活有一个重大的抉择需要一个男人去扛的时候 你能不能扛起来 有些男人平常看着强 真遇事的时候真的不行 有些男人看着是弱不经风的 什么都听老婆的 出去扛事的时候扛的厉害的很 其实我相信他现实生活里并不一定那么懦弱 只是因为他面对爱的时候 他觉得我不如你 他这样这大概是我的一个解读 每个人解读都不一样 这大概就是你的幸福 很多女人求不来 但是你觉得不好 不好你把它放出去 在其他女人的眼里面 他可能就是个巨宝 爱的都不行 我不觉得 不是你可以 不是你可以不要 不喜欢就放手 喜欢就踏踏实实的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 有问题说问题 有矛盾说矛盾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老婆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我知道你讨厌我 没有主见 自己没一点主意也没有 但是 我会改 我为了你有什么 包括一切一切 我只有一个要求 求你不要离开我 周锦南 我 别哭 我真 你别离开我好吗 我嘴笨 我不会说什么 我只想 求你了 你不能离开我 我失去你 我真不知道 世界会什么样的 求你了 别走好吗 给我个机会 行吗 求求你 对不起 哎 来吧 交换箱子吧 兄弟 失去谁都能 回去吧 回去啦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各位请拿起 手里的表决器 如果你的爱人 就是这样一个 对你言听计从 毫无主见的人 你的选择是 继续爱他 就选赞成 不爱他 分开 就选反对 各位 请选择 哦 59.09% 还是要继续爱的 40.91% 说 我不会了 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是反对的 因为我之前 哦 有故事 啊 听听听听 因为我之前搞的对象就是的 什么事都听我的 所以后来散之后 我觉得很累 然后现在 现在搞的那 就是接触的女生 就是她跟我比较互博 有时候 我又拿不住 她又帮她 所以说感觉特别舒服 您这要是 拿自己的精力说 我是一点反驳的理由都没有 那 现在生活的好 心感稳定是吧 还可能正 正 发展 谢谢 好了 最终的选择还在人家手里 三 二 一 请开门 拜拜 这我看着跑得最快的一个 多好啊 来来来兄弟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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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现在 凶风啊 你看哗过去了 来来念念念念 女生写的 我们找个女生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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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子 对对对 他说 我们家里父母是父亲当家做主 家里总是特别有秩序 大事听爸爸的 小事听妈妈的 但是你这种就让我好失望 我想你也像我父亲一样 可以像一个男人一样 当家做主 能有决断性 每个家庭模式不一样 孩子 你那么强势 你做主多好 盼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 恭喜你们俩获得了 由四部集团天使真卫提供的 精美面膜一份 智生活想人生 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 价值2580元的 擦窗机器人窗宝730一台 接下来的时刻 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你刚才说叫什么 爱宝雄风是吧 他刚才跑过去分明 就是爱宝雄风 太厉害了 来 各位请见证 老婆 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你相信我 以后我一定会改的 我一定会对你更好 更好 更好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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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下这个啊 回去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回去吧 这头也不灰的就走了 这多会过河拆桥啊 你们说 当然只要他们幸福 其实对我们来说 一切都无所谓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来看下一队 我们交往一年多了 我比他大几岁 从一开始 就没想过他会喜欢我 直到现在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不真实 我知道我跟他的年龄 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我觉得 这不是问题 因为我是真的喜欢他 跟他在一起 压力真的很大 我们的家人 朋友 都不看好我们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能够相信他 他会来看我的态度 经常做一些事情来试探我 有些事情做得真的很过分 为此我们经常吵架 我就是想知道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是会一直爱我 还是会亲硬气 我对这段感情 真的没有信心 年龄的差异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怀疑点 这一对姐弟恋的前途如何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婷 28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业务员 女嘉宾小娜 34岁来自湖南 是自营店主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 在这公开吗 愿意 我愿意 请把箱子放下 谢谢啊 一个28 一个34 怎么认识的两位 等于是我朋友 给我介绍对象嘛 然后我 觉得我朋友 给我介绍的不合适 然后我选择了他 刚开始他 不知道我变成大那么多 然后刚开始觉得 他叫我出去 我想是朋友的朋友嘛 而且我把他当弟弟 以为他是需要我帮助 就出去了几次 然后突然之间 有一天他跟我说 他喜欢的是我 我当时就懵懂 我觉得这太可恶思义了 然后就拒绝了他 等等啊 等于是我给他介绍女朋友 你是陪着 我给介绍的那个对象去的 对 结果你看上了他 对 没看上那个姑娘 对 是这意思吧 是 所以相亲啊 只能自己去 可别让什么闺蜜好友陪着 陪着那就跑了 然后呢 然后他就经常送些 什么小惊喜鲜花 然后星期六星期天 带我出去玩 我周围的朋友 包括同事都挺羡慕我的 说虽然他比我小 但对我挺上心的 然后慢慢慢慢 我就对他产生了依赖 然后就同意了他 这交往的请求 那那个时候你知道他比你大吗 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 过了多久 大概几个月吧 知道之后你们俩的情感发生了变化吗 那时候没有 因为我觉得喜欢一个人的话 感情跟年龄是没有任何的借心 刚开始实际上前半年都挺幸福的 我觉得我对他的照顾也挺好 然后他对我妈一直都挺伤心的 那今天为什么来呢 因为后来的话 他完全不是我认识的那一个人了 完全变了 我已经受不了了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变吗 你自己平白无故消失了一个星期 手机也打不通 我怎么知道你是到哪里去了 那时候我家里把我关起来了 手机电脑都把它屏蔽了 然后我怎么找你啊 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被家里关起来了 还是去相亲呢 因为当初的时候 他妈妈到公司来找我 骂我 说我勾引他 我当时特长跟他妈说 我就说到底是我勾引你儿子 还是你儿子当时追的我 然后就说跟他找了一个跟他年龄啊 然后各方面都比较相当的女孩子 他也答应了 所以就说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理我了 让我不要再缠着他儿子了 就是说这件事是你们俩情感的一个转折点 是吗 是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后来他就越来越变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人了 他变成什么样了 他直接叫他闺蜜来试探我 试探不也试探出来东西了吗 你叫你闺蜜试探他 怎么个试探法 他消失了一个星期 实际上回到我身边了 但是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因为那个相亲对象他没看上 所以才回来的 然后我就让我闺蜜 作为陌生的那个微信微友嘛 加他 然后就跟他聊天 随时到一室 他就不停的跟我闺蜜亲属 说什么 女朋友给的他压力啊 感情有动不顺啊 家人动不顺 我就觉得他是在给别的女孩打感情牌 后来我闺蜜就约他见面嘛 他就真的出来了 出来只是说因为我闺蜜 是我朋友肯定不会出来嘛 就是我去的 你去了啊 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得吓坏了吧 我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想 他给我下一个套一样的吧 然后让我跳进去 所有的压力也确实是他给我的 我只是找了一个人亲宿 我把他的闺蜜当一个朋友 当初不是我的闺蜜 所以才见面 是微信上面另外一个女孩又长得漂亮 叫你出去 那我知道你只是找他亲宿吗 搞不好你就可以告诉他 我正好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 可能他就可以趁虚而入啊 你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那还不分手 我要是你我看到他来了 我就走了 因为试探出结果了嘛 之后他跟我说了 他说他确实是因为压力太大 他只是找人亲宿 而且就这一次嘛 我就还是给了他一次机会 但是这一件事之后 我觉得就更加不靠谱了 所以我就又开始不停的 自己怀疑这段感情 越来越没有自信 他后来越来越的越的过了 我奶奶八十大寿 然后他不去也就算了 他还直接打个电话给我 说他出车祸了 让我跑到医院里面去找他 结果我急急忙忙跑到医院 他却打一个电话来说 我是试试他你一下 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家里面人说 你是试探什么呀 姑娘 不是 他之前他家人对我就说 他妈对我挺过分嘛 然后我就想着你现在是喜欢我 可能就是可以为我跟家里面做下斗争 但是要是万一以后你不喜欢我了 家人随便说一句你还是选择别的吧 我就想他是不是会放弃我啊 所以我就试探一下 你来演习了一下 你奶奶和我掉在水里你先救谁 是吧 答案是他先救了你是吧 你个不孝的子孙的 他完全没有做中任何的时间就开始试探我 平常啊我教你你肯定可以 刚开席的时候 宾客群在场嘛 我跟家里面人我也不好怎么说 我就直接说了 然后家里面也挺担心的嘛 就叫我急急忙忙 他赶过去 结果一过去就是那个样子 他最后更加过分的是 他说他怀孕 我就立马跟家里面人说了 家里人说 他说双方一起吃个饭 然后合计办今后的事 没想到我家里人正在那边准备 他这边的时候就直接告诉我 那个怀孕是假的 我只是想试探你一下 我有一个闺蜜嘛 她跟她男朋友谈了三四年了 感情挺好 然后两个人年龄 闺蜜还变得小两岁 就突然之间怀孕了 然后男朋友竟然说 你把他打掉吧 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力很大 我就想着我变成大了那么多 要是我有出现证事 他会不会也因为孩子不负责任 这样子你不觉得很过吗 我已经无法理解 他到底在做什么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相信他 以前我觉得找一个成熟一点的 他懂得照顾 懂得体贴 我比你大男的 我一定要有大女人气是吗 我找你不也是为了让你保护我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言语呢 我问问姑娘 你试探的结果 觉得这男人怎么样了 我觉得起码这件事情上面 他愿意负责 所以就是说 实际上还让我挺感动的 实际上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他马上会跟他爸妈妈说 我想着只试探一下他嘛 过后我知道他是 就是我欣然接受 然后也想打算跟我结婚 所以我就马上告诉他是假的 你还是个诚实的人 对 你告诉呢 我是假的 那我应该怎么去帮你圆这个谎 我现在的我不知道怎么去圆这个谎 你可以说运运帮是出问题了吗 一次一次的运运帮出问题 那我进后来 你想跑了是吧 还是说他要变回以前那个他 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 怎么说 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 你觉得你过分吗姑娘 有点过了吧 那你还想留他吗 反正就说 我自己对他这段感情也还是不自信 我知道这么试探不好 我尽量的改吧 世界上有一种人特可怕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但是我真的改不了 道理应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小伙子 一个陌生的女人叫你出去 你就出去了 请问和一个陌生的女人 去倾诉你的压力 你认为正常吗 我觉得因为怎么说 你心中当时真的有没有一点 画画肠子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你呢 高手 你自编自导 自演了这么多荒诞剧 谁教你呢 有的是电视里面看到的 有的就是跟关闻一起商量的 我现在一听到他们的故事 就想到了悲剧的重演 我记得是在212年前 我曾经报道过一条新闻 一个妻子 她怀疑丈夫的忠心 她就让自己最要好的小姐妹 去勾引试探自己的丈夫 结果那个小姐妹 真的把她丈夫勾引到了床上 她后来知道以后 追悔莫及 破流酸 毁了那一个闺蜜 你看你也是 一试探 结果把矛盾搞大 所以你的这个做法 很不明智 很不理性 也很不聪明 她第一个 我还是怀疑 她有这样的花花长字的 但是今天她在这里很委屈啊 因为你不信任她 甚至她认为 由于你的不信任 她要考虑 是不是要断掉 你们这一份感情了 所以姑娘 爱情是很敏感的 它也是建立在 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了 你既然爱她 她就信任她 如果说你怀疑 就像那一件事情 心里放不下 就走人 很简单 但不要去搞这些试探 很危险 这是在走钢丝 所以这种试探的事情 以后真的不要干了 无论如何 好吧 好 女孩子 今年34岁了是吧 对 谈过几段感情 四段 你对你前面的 除她之外的 前面的感情的男孩子当中 有没有也用类似的方法试探 没有 那你试探的理由 我比她大了那么多嘛 我总觉得好像不可能 她不可能喜欢我一样 特别是 不是消失了一个星期嘛 我就认为 是不是去相亲 只是她因为她没看上 所以她回来的 然后我就开始 这个我们刚才听过了 那我就想 一般你要是对男孩子 没有安全感的话 肯定是因为不自信 然后有一点自卑 那你的不自信 原因是什么 就年龄 仅仅是因为你比她大 对 我想跟那个小妹妹说 因为我比你年长 三十四岁了 跟二十四岁的差别 你不要把你十年白过了 如果今天你二十四岁 原谅你 你三十四岁了 你如果今天想谈爱情的话 想要将来走入婚姻的话 不要再用 那种很幼稚的方法 去试探对方 我老公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就说 女人要跟男人 要问一个问题 你要能够接受最坏的答案 不然你不要问 这个话我也告诉 我身边的朋友 就是有可能 当然不是说 什么都不能问 有可能是好的结果 但是有可能是最坏的结果 但是最坏的结果 你有没有心理承受力 去问她 如果没有 要么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要不然就把自己打醒 我离开她 不要这样子 活魂蹲蹲蹲地过 没有意义的 好 谢谢王老师 女孩我看资料上有写 你以前是 其实很活泼的 应该不是 你现在这个样子 是 什么时候开始变了 就是跟她 在一起半年以后 资料上有写 不光是我 刚才我们听到 她的家人 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连你的家人 也不同意 对 我家人不同意 当时我回来跟她说的时候 她并没有告诉我 她的家人不同意 她当时安慰 就说没关系 反正有我呢 所以突然之间 她妈跑到我公司里面 门口 骂我的时候 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明白 当时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原先很活泼可爱 突然就变了 其实关键在于 双方的家里人都不同意 甭管是南方家里人 他不知道 还是自己家里人 他知道 他始终 他就突然会觉得 难道我的选择是错误的吗 其实在你们俩内心深处 至少在你内心深处 已经对自己的选择不确定了 所以从这会儿开始 你不再是你了 你已经是一个爱情的质解员了 而他也不是他了 他是一个可悲的试验田 所以你就不断地去考验 其实考验他的目的 来自于自己 已经遭到了一个挫办 这完全就是 周围的人都不认可的 一个后遗症 带来就三点表现 敏感 多疑 脆弱 所以你就不断地去考验 但是你种种的考验 恰恰损伤了你们两个人 在一起的最重要的基础 那就是信任 你所有的考验都是基于对他不信任 而他所有的应对 都是对于你为什么不信我的一种反抗 甚至于和莫名的 微信的那个微友可能要去见面 去不断地考验对方 这是一个绝不会共赢 只会聚伤的结果 试探对方 那就是真是把信任 一点一点地去抹杀掉 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既然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既然你对他还是愿意往下走的 把自己的自信找到 迅速地建立对双方的信任 我觉得你们的恋情还是可以往下走的 好 谢谢曲总 爱情到底需不需要考验 有些人说需要 有些人说不需要 爱情到底经得起经不起考验 有些人说爱情经不起考验 有些人说真爱经不起考验 当然在我看来 这两个问题都是伪命题 因为爱情没法考验 今天还经不起考验 明天就有可能叛变 今天还是海事山盟 明天就有可能兵戎相见 因为人天天都在变 所以爱情没法考验 一个女孩说爱我吗 爱我就跳下去 男生马上就跳下去 过了几年之后 两人分了手 一对男女貌似一开始都像冤家一样 彼此有仇恨 若干年之后却走在了一起 一个女人可以为自己的前夫捐一个肾 而无怨无悔 但是一对貌似恩爱的夫妻 面对病痛却可以选择逃离 所以你说爱情怎么考验 人是一个多元的负变函数 它每天都在变 所以有人说 那这么说来的话 爱情太不可靠 那我们该怎么办 那我想说的是 人虽然会在变 但有一样东西它不变 那就是人性 人性是千百年来生活孕育中的规律和智慧 所以说真正考验爱情的是什么 是生活本身 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是考验 如果你愿意仔细地在生活当中去观察 默默地去付出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到底是爱不爱你 心里有没有你 在爱情生活当中 任何人为的考验都是愚蠢 任何自然所赋予的危机 都是爱情的见证 所以说不要再考验 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考验 你好自为之吧 生活确实一直在变 人也在变 在一起是一种变化 因为要往好里变 不在一起也是一种变化 因为摔过胶之后 就知道怎么跟人去相处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属 很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自己跟你在一起的这一段时间 为了什么 现在 我还是一而爱你 实际上挺谢谢 前面我刚认识的时候你给我的那种幸福 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可能就是我很多的不幸的事情都是我自己自导自言编出来的 以后的日子我也想 克服去改正 亮灯吧 两位请换箱子 谢谢你们 请可以请关门 请关门 请关门 来各位请拿鸡手里的表格器 看好这一对吗 看好选择赞成 不看好选择反对 来请选择 现场有63.64%的观众 不看好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理由 我是赞成吧 矛盾无处不在 相爱不义 且爱且珍惜吧 闹过矛盾吗 闹过 被试探过吗 好像还没有吧 跟他的闺蜜倾诉过吗 没有 他跟你自己的哥们聊过吗 也没有吧 你问问吧 也许有 我帮你问 来来来 有过吗 没有 那你是看好 还是不看好 我也选择赞成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那个男生 还是挺喜欢女生的 然后女生心里 也很有男生 他们是相爱的 你心里很有他吧 有 你们是相爱的吧 是 是他一回了 没有必要 你看 就这么个问题 他们在全场 在少数的情况下 他们俩都是一致的 说明亮 磨合得非常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五 一 请开门 我就有时候在想 这箱子 就你针他们来的时候 你打开这箱子吧 你发现没什么 但是他们要走了 这箱子没留下 你心里就跟猫抓一样 你就想看 所以人家说了一句话 挺适用爱情生活的 好奇 害死猫 接下来的时间 属于我们四位老师 一起进入到爱情 先要顶天立地 自然何患无奇 爱情生活当中最大的谎言 没有你我就会死 因为说这些话的人 至今还好好的活着 如果有人跟你说这句骗人的话 你应该考虑 应该离开他了 感谢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魅 对本节目的冠名播出 同时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传递